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弯游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好 首先感谢你愿意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好好的让以下的信息进入你的内心 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那个Sophia 来跟我们分享一念之转的一本新书 叫做转念瞬间喜悦无所不在 当拜伦凯利欲见道德经 那我们线上是Sophia 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嗨 大家好 一心好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聊谈谈一念之转跟道德经 然后你知道吗Sophia 你知道我在很多年很多年前就很想邀请你 来谈一谈一念之转这样子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缘分都还没到 所以我想说今天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机 来可以跟Sophia好好地学习一下一念之转 所以你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 你为何就是一直在推广这个一念之转 这个技巧呢 事情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从小啊 就是18岁的时候呢 就一直想要探讨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世界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因为我自己的母亲呢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然而呢 她很排斥我到我的好同学家里去吃拜拜 她不允许我去 她说那是魔鬼吃过的东西 你不可以吃 那我就觉得很纳闷 因为不是说神爱是人吗 那哪里有什么 哪里有什么分子 这个是魔鬼 这个是可以吃 那个是不可以吃的 对 所以那时候开始呢 我就在寻找 世界是这样子的吗 妈妈说是对的吗 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探讨了 是 然后呢 一直到我29岁的时候 我得了乳癌 那时候我在美国的三番市 我在那边住了26年 我总共在国外住了40几年 那那个时候得了乳癌以后 可是因为没有再复发 对 同时呢 当医生告诉我说 你有乳癌的时候 我不是只有听这个医生的告诉 对 就去马上动手术了 我去还请教两个更有权威的 就是关于乳癌的医生 那两个医生都说是 对 你是真正是乳癌 不是 是有坏 是恶性的 是 恶性的癌症 所以我才开刀 那时候我就自己觉得好惊讶 我怎么这么有智慧啊 难怪我到现在 到现在我都没有后悔过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体验到了 我们内心是有智慧的 嗯 嗯 然后呢 经过 因为对人生的探讨有兴趣 所以我就在国外呢 上过很多的课 那时候我自己也是 就是很努力的赚钱 对 当时的 当时的 就是让我赚到了 足够的钱去上了一些 非常昂贵的功课 像什么 阿范达 嗯 我都已经达到最高的 智者的资格 就是上灵气啊 还有什么 NLP 嗯 是 还有催眠 对 还有打足排列 嗯 是 然后 我发现呢 对 所有的这些课程都是非常好的 是 他们都是要教我们怎么走向那个正向的道路怎么样去寻找快乐 对 可是呢 我一直没有很具体的方式 是 那后来看到 艾克托拉他不是写了一本当下的力量吗 POWER OF NOW 对 对 是 对对 他那时候就告诉大家是说 我是告诉你们啊 什么是活在当下 嗯 OK 可是呢 拜伦凯蒂 他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活在当下 因为我们在灵修上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活在当下呀 然后无条件的爱自己要爱别人啊 是 要宽恕 对 对不对 可是我发现经过这么多的课程 嗯 那时候我发现拜伦凯蒂的功课 对 觉醒功课是这么的简单 对 他这个 他是1986年的时候 一心我不知道你对他的故事 呃 了不了解他 嗯 他是一个美国人 对 那他是在1986年的时候是一瞬间 呃 觉醒的 误导的 像释迦牟尼在坐在那菩提树下面 是 他不然间就悟到的 他的悟到是一切 他所有以前经过十年的煎熬 是 那种 消极 那种那种痛恨 那种自闭 完全都没有了 就是一切他都觉得好 好美好 嗯 是 那他那时候就 你悟到 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说 当我们有相信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痛苦 对 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想法 我们就不会很痛苦 是 OK 可是 他为了要 让人家知道 他所体验出来的东西 他就是到了沙漠去 他是从在沙漠城市 加州的巴斯特成长 而且他悟到的时候也是住在那边的 他就到沙漠去 他发现 那个我们头脑里面一直都是有 我需要怎么样 我需要他 他应该 或是我要 对 一大堆的这个 这个这些字眼啊 是 让他带来很多的痛苦 是 所以他就发明了一套工具 这套工具呢 就是你要把你的所有对你有压力困惑的想法写下来 对 然后提问四句话 那那句话就是 我现在先不重复好不好 要不然我觉得我们可能 就讲到这一道题都已经没有时间讲其他的了 对 就是有提问四句话 然后反转 有三个反转 是 这些东西内容都是在 他的第一本书 Lov'ing What Is 就是爱其所事 对 这本书 那这本书 Lov'ing What Is 我们把它翻成一面之转 对 是因为当时那个 周灵营 她是我第一个在台湾学习 拜伦凯蒂功课的第一个人 她是奇迹课程之下的权威人士 对 所以呢 当时我们是认为用一面之转 如果说是拜伦凯蒂功课 拜伦凯蒂第一 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对 什么叫做功课 这是很无聊的 这是很纳闷的那个 一个专题 所以呢 就把它用 改成一面之转 嗯 是 对 这就是一面之转的诞生 其实 真正的字眼 拜伦凯蒂是 The Work 是功课 其实现在呢 一中心把它翻译成 觉醒功课 是 因为做了功课以后 我们就会觉醒过来 是 OK 对 那 我现在 我需要你问我问题了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回答 是是 没错 因为你知道吗 它这四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就是你在翻那个一面之转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的那个威力真的是很大 那可不可以请Sophia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四个威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四个话呢 OK 不但只有四个提问有威力 最大的威力还是在下面的反转 反转 那我们先谈你问的那个四个提句 好 那那四个呢 第一个就是当有任何痛苦的时候 比如说他不尊重我 对 OK 那你有一种想法 他不尊重我 这个信念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里 我想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会不舒服 对 对 会 对 那会 那如果你会不舒服 就问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永远都没有改过 就是这是真的吗 这是第一句 对 可是他要你去探讨的时候 他是希望你能够把眼睛 闭上 闭上眼睛的原因 大家可以就是练习一下 你闭上眼睛 跟张开眼睛讲话 那个 那个 你的体 你的体会会不一样的 是 是 没错 那他请我们闭上眼睛 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心 能够慢慢的静下来 对 那人凯蒂的功课是一种等于是静坐的方式 嗯 嗯 嗯 对 然后第一还会问你说这这是真的吗 嗯 嗯 那 是 是真的 对 那你能够确定这是真的吗 嗯 对 那就是答案只有是跟不是 对 是 那第三个问句就是 当你有这个想法 他不尊重我的时候 你是如何反应的 嗯 OK 你就会讲出你的如何反应 譬如我会说 他不尊重我 哦 我就非常的生气 我瞧不起他 对 没错 我骂他 我骂他 是 OK 我问他 你有什么这么资格来不尊重我 是 嗯 没错 你根本都不 你根本都不是一个不感恩的人 嗯 对 还有我那时候的感受会我 我胸闷啊 对 我的喉咙会牙牙的 嗯 我的肩膀会很紧 对 OK 这就是回答第三个问题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你是如何反应的 是 是 然后下来就是就问第四句 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 你会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当这件事情发生了 可是在你这个想法出现之前的那一秒钟 对 你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是 那在那个那一秒钟 没有没有这个想法之前 你是怎么样的呢 你可能就是很平静啊 就是很照常的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啊 对啊 嗯 没错 OK 那他就会说 凯莉就说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会带来痛苦 你没有这个想法 就会带来你轻轻松松的过日子 所以你的问题不是在于这个人嘛 嗯 你的问题是在于你对这个人的想法 是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对 嗯 好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一定要问我 是 是 就是都是念头得的祸 对对对 对啊就是念头 那我们做人一定有念头的 对 你一起来就有开始我 我要 我要做什么 对不对 一开始就我 睡觉的时候 那个小我是不存在的 是是没错 对对 可是一醒来 那个我就存在了 那现在呢 这一段 清楚了 如果能够清楚了 我就往下去 对我们往下 往下来 对 好 往下的话就是反转 对 反转它在 就是比较 就是没有说特别的情形之下 在这个时候只有三个反转 嗯 第一个反转就是 把它转成 全部都改成是我 哦是 啊哈 OK 比如说本来是说 他不尊重我嘛 对对 对对 第一句 那你第一个转成是对别人的话 对别人的意思说 就是把他的地方改成我 我的地方改成他 对 变成是我在对别人批评了 对 就是 是 是 在批评我怎么样去对人家了 嗯 嗯 好 第一个转成对别人的话就变成是我不尊重他 嗯 我不尊重他 嗯 然后他要你呢举出三个实际的例子 为什么他不 我不尊重他 嗯 是 那我可不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实际的例子 好 就是 嗯 就是八月的时候我在厦门 对 给工作坊的时候 我的学员在做一个功课叫做 呃 他不尊重我 是 那当他在做功课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团队的 所以他有配对在他们 别人都在做功课 我在台上面 那时候我自己也开始 我就回溯一下说 最近有没有什么时候 是有人是不尊重我的 是 我 我这件事情过去了 已经有几个月了 可是 我都没有想到我要做这个功课 嗯 可是那天呢 我就有那种 就是 就是 非常想要做这个功课 我就去找一个例子出来 是 找一个场景 找出一个人出来 我就 闭上我自己的眼睛 然后最近 我前一阵子 是不是有一个情景出来 呃 有这个想法呢 叫做 他不尊重我 对 就我发现了 我有一个想法 我这个想法出来了 就是前阵子 我请我一个朋友来 家里吃饭 嗯 是 那我 我告诉他 请你六点钟到我家 对 啊 而且 当时还有其他的 另外一个朋友也在 对 也被我邀请了 可是 这个 呃 他是允许我用他名字的人 所以我就讲他的名字好了 是 那Roger呢 他就迟到了 也没打电话来 对 所以呢 我就很生气了 嗯 然后当我要把它转成 我不尊重他的时候 是 就 我就要举三个例子 那三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就 发现 我是 我根本都没有问他 发生那些什么事情 他怎么会迟到啊 嗯 是 也许他正在帮忙一个 沙子的叔叔 对 OK 他跌倒了在那个 斑马线上 是 OK 这个叔叔跌倒了 他去帮他 扶他上来 又等着 就是 哎呀 还要报警啊 还要叫救护车之类的 所以他迟到了啊 很可能是 他有他很好的理由 是 第二呢 我不尊重他 我怎么不尊重他呢 因为我在 损他 因为 我请了另外一个朋友来嘛 是 那我在他另外那个朋友面前就损他 对 就说 然后第三个呢 我怎么不尊重他呢 是 就是 我心里在数落差 我看不起他 嗯 嗯 嗯 那就是举出三个例子 我不尊重他 对 OK 第二个是 嗯 把本来的句子 他不尊重我 对 改成一百八十度的相反 嗯 不尊重的相反是什么 我不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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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另外一个相反 如果是一百八十度说 我不尊重 不尊重的相反 这三个字是什么 哦 不尊重的 我很爱他 不尊重的 我很爱他 我很在意他 OK 对 谢谢你对我答复 那个拜文凯蒂是当我们做功课的时候 我们的字眼是不能改的 哦 字眼不能改的 OK 对 所以本来的句子是他不尊重我 对 那如果不尊重的相反是尊重嘛 嗯 是 是 是 这就是一百八十的相反 哦 是 那就变成是他尊重我咯 嗯 他尊重我 对 那你就你在这个他尊重我 就要去找三个例子来证明他是怎么样尊重我的 哦 是 那我的例子就是说 他来了他聆听我的怪罪 他没有反驳我 对 他尊重我 第二呢 就是他常常来参加我的课后支援 因为他是我的学员 他常常来参加我的课后支援 这是他尊重我啊 对 嗯哼 是 第三 在我工作坊上我需要有人帮忙排椅子啊 拉桌子的时候 他都是非常的乐意啊 对 嗯哼 是 那就是他尊重我 嗯 是 那第三个转程全部是对自己 那如果对自己就变成本来的句子是他不尊重我 现在就会变成我不尊重我 对哦 是 那我不尊重我的话就有三个例子 呃因为我没有为人师表 我言行不一我言行不一致 对 我没有爱其所事 是 所以他我不尊重我自己啊 是 是 第二个我怎么样不尊重我自己呢 我生气的时候 跟他讲话的时候一定像一个泼妇一样 在等人家 是 我们生气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眼神啊 我们的表情 对 都不可能是平静慈善和谐的嘛 对吧 对对 那第三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自以为是的 我没有自以为是的顽固的模式又出来了 嗯 嗯哼 OK 那这个反转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这样子的 因为 当我们要求在外去寻找答案 我们要求外在的事物更改 那个是不太可能的 嗯 因为我们自己都不会尊重我自己 我也不会尊重他 对 为什么我有资格叫人家来尊重我呢 嗯 嗯哼 OK 所以你做完了这个功课 就问四句话 反向思考以后 你会发现 哇 OK 我们 所以由这个反转 我们开始知道怎么样去成长 怎么样去改进自己 嗯 嗯哼 是 因为一切都是我们的投射嘛 对 那一定是我们自己非常被 不尊重 不尊重 这三个字 就是觉得被他控制了 不尊重是一个不好的 是 是 那当我们被这个不尊重是不好的时候 当你看到对方不尊重你 其实是让我们看到 是我们自己不尊重我们自己 嗯 是 是 是 那一看到我们不尊重我们 我们自己的话 那我要怎么变呢 嗯 就是 就是 像刚才说 我不尊重我 我没有为人师表 那 我不要尊重我自己 就是第一 我会为人师表嘛 是 是 是 那我会尊重我自己的时候 然后我不容易生气 我会有包容的心嘛 嗯哼嗯哼是 而且我会很有 我会怎么改正呢 我会去很有爱心的问他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迟到的呢 对 你一定有很好 你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嗯哼 你才会迟到 嗯 OK 所以我心里也不会数落他 我会 就像戴倫果凯莉说的 嗯 爱其所事嘛 对 嗯哼 所以由由于这个探讨呢 我就可以从我自己一步一步的做起 是 然后成为一个 我想我想要成为的一个人 嗯哼是 就是一个尊重自己爱自己 能够爱自己才会无条件的爱别人嘛 嗯 是 而且我允许自己 对 可以做错事情 嗯 嗯 因为我只是一个常人啊 我想大概只有神是十全十美的吧 是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 在这四句话其实是一直 就像我们讲的 你在关照自己的心 然后关照自己的心以后 你会发现 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个念头 那个按钮 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就是不尊重这个字眼 对不对 然后你按钮可能被按到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才会 才会这么就是整个心情啊 整个状况就会看到你 看到的那个不属于我们讲的真实的世界哦 所以我们会请Sofia最后剩一点点的时间跟我们讲 那跟道德经 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概念写到道德经 这个到底是什么 他是怎么样的把它结合 剩一点点时间 OK 好 因为 因为拜伦凯迪要我们就是随时回到自己的故事里去探讨质疑嘛 对 OK 然后看哪些想法是造成我们痛苦不安的 是 OK 那一旦我们能够沉浮于眼前的事实的时候 是 那所有的事物就会自行其道的会就会放下来 我们不会对于那种我们想那个不会想要去控制我们的想法 对 OK 而是让想法来了就来想法要走就走 嗯 那这个就这就反映出老子看待实相的开放性的特质 对 老子的道德经说的是道嘛 对 道就是真理啊 是 那真理是一无所求的 是 任何事物来来来去去毫无费力 嗯哼嗯哼是 那拜伦凯迪所说的喜悦呢 喜悦他认为喜悦就是老子所谓的无 嗯 是 是 那一旦我们的心变得很清明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能 能够被老子带着我们走向那种喜悦跟慈爱 嗯 轻轻松轻松轻松的人生 是 OK 那 那 老子用到 拜伦说凯迪说喜悦 对 然而他又说出喜悦拥有无数的名字 是 是 你可以说是爱 嗯哼 如果用 也可以 所以 因为真理没有什么彼此分离的 你知道我们最后我们在求的都是真理嘛 对 什么是事实嘛 对 那 拜伦说 拜伦说 拜伦可以说喜悦拥有无数的名字 因为真理没有什么彼此分离的 对 而是在你内心的深处 那个喜悦乃是我们所有人的本来面目 是 那那个喜悦是本来我们的本来面目 有的人会称呼 夫那个是叫做临在 嗯哼 是 可是我们不管用什么字 嗯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我们一旦说出来什么是道 什么是喜悦 我们就已经离开了 那种东西是很 这是不能够用任何的字 或字眼来形容的东西 是 是 所以凯迪他用的是喜悦无处不在 其实真的当我们放下了 呃 对任何事情的评判 能够 沉浮在当下的 那个 实际的状况 对 我们的内心是平安的 是 那我们一旦平安的话 我们就回到我们 每一个人的本质 那我们的灵在 那我们的灵在是喜悦的 对 那就是 它是这样子 让就是 让我们知道道德经 是是是 跟他的 呃 所谓的 呃 觉醒功课 是有 是 相辅相识的 嗯哼嗯哼 对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Sophia 跟我们分享 就是 呃 转念瞬间 企业无所不在 然后一中心出版出了这本好书 我相信我们应该还会有一个机会 来跟 跟Sophia来办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本是跟 金刚经事有点类似 然后我们再来复习 这个 那个 营念之转到底要怎么样来转 然后让 听众朋友或是读者可以好好的 学习 今天谢谢Sophia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益勤 OK